高血压药千万别这样服用 否则容易不省人事 如何安全用药 别吃错了 老刘是高血压患者 近一年多时间来他遵医嘱 服用销本地瓶控制血压稳定 但最近一个月 老刘总觉得头晕目眩 眼前发黑 后侧血压发现血压又升高了 老刘觉得可能是药物时间过长 药效不如一开始管用了 于是私自将服用剂量10毫克改为20毫克 但老刘的这种做法 并没有让他的症状得到好转 两天后老刘因私事与儿子发生争执 大为发火 气得饭都没吃 更不用说吃药了 后来老刘觉得头痛难忍 连正常站立都成问题 他的儿子赶紧拨打急救电话 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不过半小时时间 老刘就人事不醒 医生赶紧进行检查 CT显示脑瘤内右侧基底 存在出血症状 最好能尽快手术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术后医生询问家属 老刘最近有什么异常 老刘的老伴告诉医生 老刘在发病前与儿子大吵了一架 忘记了吃药 而且前几天老刘血压再次升高 他怀疑是由于自身对销本地瓶产生了耐药性 所以私自增加了服用剂量 医生听后直摇头 正是由于老刘的这些韧性行为凑在一起 才导致此次危险情况的发生 本身老刘私自增加销本地瓶的服用药量 就有可能血压下降过快 容易产生心梗或脑工穴不足等情况 结果他在没有吃药的情况下 因为生气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飙升 脑内血管无法承受这一剧烈的变化 最终出现血管破裂 导致颅内出血 降压药削本地瓶是不能随便吃的 但很多高血压患者并不了解药物生产工艺和药力作用 导致在服用过程中存在很多误区 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篇文章就来学习下关于降压药 削本地瓶的一些知识 一、削本地瓶是怎样发挥药效 维持血压稳定的 削本地瓶是常用的钙离子通道组织剂 进入人体后会抑制钙离子正常的流动 导致细胞内钙离子浓度降低 从而使血管平滑肌保持松弛状态 血管腔变大 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外周阻力降低 压力变小 从而达到降压的目的 削本地瓶不仅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钙离子流动 也能减轻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压力 同时对心脏心肌细胞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 使心肌细胞收缩力下降 心脏的耗氧量减少 跳动节律也减慢 可以用于缓解心脏跳动异常导致的心脚痛 心力衰竭等问题 削本地瓶的优势在于对心血管系统 肾脏以及大脑等重要器官都具有保护作用 多项实验研究证实 削本地瓶能够保护患者的把器官 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概率 另外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非常友好 能够保证血压平稳 对葡萄糖等物质的代谢也不会产生异常作用 但削本地瓶作为降压药并不是实权实美的 要带动力学数据显示 削本地瓶的半衰期大约为1.7至3.4小时 属于短效药物 普通骗剂需要多次给药才能维持血压的稳定 于是为了将削本地瓶的药效发挥最大作用 方便患者服用 经过医学研究 最终市面上研制出多种削本地瓶的剂型 这就导致削本地瓶的服用存在诸多区别 二 不同削型削本地瓶 服用方法不同 不要吃错 普通削本地瓶片剂为5毫克每片 服药后迅速发挥药效 维持的时效也较短 服药不及时 血压会出现明显浮动变化 另外 由于削本地瓶普通片剂对于血管和神经的刺激比较强烈 会使心率增加 引起头痛 心剂症状 普通削本地瓶片剂 一般不做高血压的长期治疗用药 削本地瓶作用时间短的问题得到解决 才能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于是研究者改变药物制备工艺 降低药物入血的速率 服药三个小时后 削本地瓶开始释放缓慢释放 后达到血氧浓度最高峰 将近12个小时发挥发挥药效 之后再逐渐失效 削本地瓶缓湿片比普通片剂 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更长 减少用药室次数 一天两次服用即可 药物释放相对缓慢 副作用相对较少 不会引起血压的咒升咒降 目前市面上削本地瓶缓湿片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采用了不同缓湿模型制作而成 削本地瓶缓湿片一最为传统 不能掰开服用 削本地瓶缓湿片二 每片剂量更大为20毫克 也可掰开服用 削本地瓶缓湿片三 每片剂量30毫克 药效缓湿释放速度更为均衡 每天服用一片即可 也不能掰开服用 削本地瓶缓湿片的药效 虽然相对延长 但也存在缺点 缓湿之际的制作制备工艺局限了 药物释放速度 不能呈恒定速率 血压浓度仍存在很大的波动 无法做到对血压的控制完全平稳 另外 药物的释放速率会受到 胃肠道PH变化 食物等因素的影响 之后又经过一系列的研发 最终削本地瓶控湿片上市 这种机型采用控湿制剂的工艺 使削本地瓶进入人体后 药效的释放速率是恒定不变的 血压浓度也维持稳定 达到平稳降压的效果 与缓湿片不同的是 肖本地瓶控湿片药效释放速率更为平稳 药带动力学研究显示 肖本地瓶控湿片药效发挥时间 可以长达16个小时 这极大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 患者每天吃药次数缩短为一次 就能维持血压的稳定 而且如果出现漏浮现象 只要距离每日常规用药时间不超过6小时 立即服用 不会引起血压波动幅度过大的情况 肖本地瓶控湿片解决了很多患者在夜间 晨起或者是下午时 血压因生物中出现明显变化 而导致的血压波动幅度大的问题 不良反应也相对更少 还能纠正心肌缺血 大大提高了治疗抗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 肖本地瓶控湿片是按照零级消除动力学释放药效的 药物的释放速率不受胃肠道环境 PH等因素影响 降压稳定而持久 肖本地瓶控湿片的外壳不被人体吸收 对于患有胃肠道存在严重狭窄 或进行过回肠造口的患者 服用后存在耿阻的风险 要避免服用 肖本地瓶控湿片一定不能掰开服用 这样会破坏药物的控湿工艺 食药物迅速进入血液 引起血压的迅速降低 肖本地瓶控湿片制作工艺特殊 价格相对较高 也存在光明性 需要避光保存 以上三种就是目前市面上常用的肖本地瓶制剂 医生会针对患者的高血压具体病情 制定合适的用药方案 但是选择了合适的药物后 并不代表一定能控制好血压 肖本地瓶在服用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也要引起患者的足够重视 三 服用肖本地瓶期间 有哪些注意事项 患有高血压后 选择合适的降压药服用后 患者并非就能高枕无忧的 在用药过程中 患者也需要警惕这些误区 高血压患者服用肖本地瓶期间 不要贪嘴吃柚子类水果 这是由于柚子中存在特殊活性成分 香豆素 香豆素及其衍生物 包括香豆素类药物 比如华法磷、双香豆素等 会降低体内SIP3A4酶的活性 从而影响受SIP3A4酶代谢影响的 肖本地瓶在体内的代谢 如果服用肖本地瓶期间 大量服用柚子 会使SIP3A4酶的活性降低 使肖本地瓶的代谢速率减慢 在体内累积更高浓度的血氧浓度 另外 柚子中的柚皮素成分 会加快为肠道蠕动 促进肖本地瓶的吸收 双重作用加持下 肖本地瓶在体内的浓度增加 过量血氧浓度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 造成血压下降过快 心脏跳动节率变慢 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休克现象 服药过程中也要留意与柚子类似的 同样对SIP3A4酶有抑制作用的药物 比如西米T丁等 两者同时服用会增加肖本地瓶的血氧浓度 造成血压迅速下降 服用肖本地瓶期间 如果与其他降压药联合应用 要注意用量 避免导致血压过度下降 出现低血压 肖本地瓶与洛尔类降压药一起服用 要警惕药物对心脏的双重抑制作用 服用不当会增加心力衰竭的几率 服用肖本地瓶不要间断 更不能自行更改用药剂量 这会导致血压变化出现极大浮动 不利于高血压的控制 更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服用肖本地瓶期间一定不能喝酒 酒精会增加药物对心脏的收缩能力 以及产生扩张血管的作用 会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下降过快 而引起休克 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 对于孕妇存在高血压的情况 肖本地瓶可以用于子咸的前期治疗 也是临床常用认高症治疗药物 控室片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肖本地瓶用于怀孕20周之后的疾病治疗 孕早期一定不能服用 此外 肖本地瓶还能够抑制公缩 具有延迟早产的作用 无论是哪个用途 都要经过专业医生评估 孕妇及家属一定不能自行服用 哺乳期女性服用肖本地瓶后 药物会通过乳汁被胎儿吸收 在服药过程中患者最好停止哺乳 或延迟三至四小时后哺乳 总结 肖本地瓶作为常见的降压药 治疗高血压的疗效还是比较显著的 但是为了患者的安全着想 在服用过程中一定不能自行停药或更改用量 否则会造成严重后 不同肖本地瓶制剂 每日服用次数和数量不同 患者一定要注意区分 另外 服用肖本地瓶的诸多注意事项 也要足够重视 才能有效平稳降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